今天我們來到八卦寮雅清 八卦寮夜市 它在人為一個非常有名的 舟山限定夜市 那不過它已經換過地方了 現在移到八德南路跟福德路這邊 聽說攤販越來越少了 就是原本一些有名好吃的攤販 有將近一半的攤商都沒有過來這邊擺 反正我們就先進來吃看看有哪些好吃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才不會做最新動吃喔 掰掰 我們來吃看看這間臭豆腐喔 因為它剛剛聞經過的時候實在太臭了 所以趕快買來吃看看 它聞起來臭啦 還是吃起來不臭 爆香也有入味 然後這樣實質還蠻多的耶 還不錯啦 OK 但是經過可能還會滿 我們剛剛買了阿伯的薯條啊 因為真的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可能是因為阿伯的 可能稍微動作慢了一點點 所以我會稍微等比較久一些喔 我跟你講 不是它薯條好吃 是它胡椒粉好吃 是嗎 它胡椒粉跟人家不一樣嗎 它胡椒粉跟人家不一樣 喔 對啊 因為它胡椒粉好吃 不是薯條的原因 可是它胡椒粉真的很好吃 阿伯手作樂狗喔 用手勒的啊 我還蠻喜歡它樂狗的那個麵一樣 是會喜歡那種甜甜鬆軟的口感 不過下次我應該是等沒人的時候才會去買 單單蔥油餅 蔥油餅我們那天有拍了 對 今天就不拍蔥油餅 這個夜市呢 它對人車都非常不友善 尤其是大家都騎機車在逛 所以對行人是極度不友善 可能會比較 就是你走一走 就有一台車跟你 在跟你要入走這樣子 再來呢 這是培根生菜可麗餅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這麼多人啊 不過應該有它好吃的地方吧 它是蠻酥脆的 跟餅乾一樣 可麗餅本來就是這樣啊 我喜歡吃軟 蛤 你軟的很容易 要等它要冷掉 它就會軟掉 我喜歡吃熱熱的那種 我要一巴掌給你打過去 沒有 沒有這個方案 那你吃到底下它就會軟 它裡面的培根是兩片 我們買這個都還有65塊 對 65 不過還好它生菜放蠻多的 它裡面有生菜跟玉米 它味道炒得還蠻好的 不過我也是煮那種 不會為了排這個 然後去吃 除非它沒排對 我們剛剛買了 李季的香酥雞喔 它薯條其實感覺也很可口 可是我們剛才已經賣薯條阿伯了 它肌肉蠻嫩的 然後外面那一層麵衣呢 不會硬到要把你的嘴巴刮爛 我蠻喜歡的 OK 來 小分子是50 大分100 這個夜市能在位置上用餐的攤販 真的非常少 幾乎沒有 我想要買一碗食材 不要啊 我想要一碗食材 喔 你跟貴婚又要去找地方吃東西了 我要去找地方吃東西了 接下來這間呢 是我們剛剛買的皇家油飯的攤財 它油飯好像賣完了啦 我看上面都沒東西了 然後它的攤財感覺很香 欸 很好吃欸 很好吃 你一杯公文很好吃 好吃 不過它很最近沒有座位可以坐 所以我們剛剛找它人行到的這個椅子這邊 直接坐下來吃 沒有攤販是有內用區的 比較適合外帶跟邊走邊吃 而且它的料超多的 一碗多少 要洗 欸 那麼便宜喔 嗯 再來呢 今天是熊賀林的綠豆沙牛奶 它是統一鮮奶來做綠豆沙牛奶的 我們來試看看它的味道吧 剛剛那個老闆說不好 一定保證好喝 可是他不好意思說不好喝不用錢 吃看看 這一杯是50塊 因為它有綠豆的味道 還有保留那種 很完整綠豆湯的味道 那個老闆剛剛有講它是蒸的綠豆現打的 真的很好喝 而且好綿密喔 它綠豆的香味啊非常的濃 然後它蒸到鮮奶啊 會讓綠豆的那個味道啊 提升一個層次 會覺得它綠豆怎麼這麼香啊 這真的好吃啊 真的很好喝 怪不得你一杯快要給我喝光光 你好意思喔 其實真的很好喝喔 這個夜市其實真的還蠻多好吃的東西耶 再來呢 這間是在夜市頭的 在巴德南路口這邊的 一間烤肉喔 所以應該是因為夜市的頭吧 我也不曉得了 然後它的烤肉真的感覺好香好香喔 然後我們叫大蠟啦 不好意思啊 不敢吃它的朋友 不知道是醃的還是那個醬的味道 好好吃喔 烤肉的話通常都是醬的味道居多 這個是雞皮 外皮很酥脆 然後裡面酷酷的那種 它們一定有什麼毒粉的蜜蜜 所以它的單帶也稍微高那麼一點點 不會很不會很貴啦 8隻250 可是你有買肉耶 就是算一隻30啦 差不多 那其實也挺貴對不對 不貴啦 還可以 沒有 應該有的是2015啦 只是肉比較貴 因為不能每隻都算30 但太貴了 它刷的醬啊 算蠻厲害的 大蠟呢 大概是我們吃的中蠟 我們剛買的時候前面只有一組客人 現在我們一走了後面有四五組 好 那我們把剩下的東西到一家吃吧 覺得這個夜市呢 說實在的 它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沒有到特別小 但是也不算大 算中小型夜市啦 它這個夜市的形態呢 對行人是極度的不友善的 因為它這一條路 剛好就在志弘池旁邊 在前一端是志弘池 後一端是廟 但是它旁邊呢 有非常多的車子會從這邊經過 走路走到一半 你就要一直讓車子 或者是車子去跟你搶路走 然後有的 這邊的車子也不太讓子 它不會管你在它前面 它就是有路就是要走就對了 我在想是不是人舞這邊的夜市都這樣子 因為上次好像載人熊夜市 也是這樣子 只是人熊路比較大改 然後還有一點是 他們的攤販呢 幾乎都沒有內用區 所以你就是可能買了就要邊走邊吃 或者是買回去吃外帶這樣子 這是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那其他基本上都是還不錯的 他們的食物重複率也非常低 然後也蠻好吃的 我們剛吃到幾乎每一間味道都還不錯 薯條 但是它的胡椒粉好吃 它胡椒粉很厲害 但是可麗餅我說實話 我吃不出來可麗餅好吃跟不好吃 是介於什麼之間啊 然後這邊夜市的價格呢 單價也不會到太高 像我們剛剛那個整整台60塊 烤肉加一加七八支八九支 250 冰沙50塊 臭豆腐50塊 可麗餅65 薯條30 熱狗25 然後香酥雞50 就是你們有空的話可以過來看看 但是帶小朋友的話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邊車子真的非常多 這邊是機車非常多 帶小朋友跟寵物啦 可能要注意一點 我很推薦你來八卦寮夜市試試看 就是小心車子就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燈之喔 掰掰 你白癡好喝 我要喝 我很渴 你不能一直好喝啦 你不能一直好喝啦 我很渴啦